哈囉大家好我是屈宇那我們今天要來分析的是地獄湯大騷亂的溫泉旅行遊記的池子 那這次的話總共是分成兩池那兩邊的話是第七次都有10抽保體那一樣也是200抽就可以自選一支65C的部分 好那我們接下來開始分析囉 男兒當戲拳 燕赤霞和凝彩城 人類幻想體力型那三維的話是1254643512973 主動技的話是黃特蘇珠以外轉黃包彈三回合紅轉自身C珠掉落然後自身以攻擊力50倍反擊又低防禦力提升6000然後自身以外黃屬性防禦力提升3000 那C技的話是單體超大幅傷害以自身HP為比例給於單體超大幅傷害以及自身攻擊跟反擊力提升100 那被動1的話是破傷跟駭入無效 被動2的話是當自身在前頭掉落20顆C珠 被動3的話是自己受到敵人的傷害下一回合黃屬性點愛次數加2 被動4的話是各階層開始時黃屬性技能回合縮短1然後自身技能回合縮短1 那我覺得這個的配置的話基本上會是完全的坦克傾向 那以打高難度的關卡為主平常的周回應該我覺得不太會有人想要上他 即使是有瘋狂的縮短還有弱C啦 但是說句實話的話他的C技初估來說應該是不會到太痛 那即使有疊攻疊防然後還有體力傷還有單體超大傷的情形下 我是覺得說平常的周回情形的話應該是不會有人想要上他們兩個 那以打排行而言的話紅轉C掉落是有更多的優秀選擇 所以變成說他們兩個的話也不太會去排行裡面 那團戰的話是完全是更不可能的上場機會 所以的話其實厭刺翔和寧采成他們這個組合 基本上以一個體力型而言那最好可以跟他比較的話應該就是火盾 因為火盾第一個也有50倍的反擊啦 所以變成說他們兩個會互相比較會比較類似 那以坦度而言的話我覺得應該是厭刺翔還是他們會比較優秀 因為第一個就是三回合疊防然後加上自己在前頭又可以掉20顆C柱嘛 所以就變成說他至少會有兩回合加開爆發的情形下 會至少可以疊到12000左右的防禦力我覺得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變成說他們兩個的話搭配就是坦度為主 所以應該是純高難度攻略方向的角色變成說比較像是拓荒用 就是你可能打一個不太清楚的關卡 然後你需要一個坦然後避免你暴斃的情形的話 可能就會用到他們兩個去探路比較有可能 然後如果關卡摸手了之後 你可能就會開始轉向以高火力的方式去輸出 所以就變成說他們兩個的話就是以打高難度關卡 以及拓荒用會比較居多啦 所以變成說平常不太會用到他就是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好第二隻的話是聶小千和勞善道士 神族UN回復型 三維的話是6860、3810、7007 主動技的話是特殊珠以外轉3顆綠色破壞珠 各10顆定時珠還有傷害珠 屬性珠轉綠色珠 兩回合黃轉右側C珠掉落 然後綠屬性C珠生成救急縮短參加攻擊 C技的話是以自身回復力為比例單體激烈傷 然後一回合綠屬性回復力提升3把還有HP回復 那被動1的話是破傷跟病毒無效 被動2的話是HP80%以上時不出現愛情主 那被動3的話是任意角色發動主動技能時 綠屬性角色CG傷害提升30% 被動4的話是自身不在前頭自身攻擊力提升2萬 那他就是一個P的恢復型但實際上是攻擊型的打手類的角色啦 因為其實說實話能算得上恢復型補陣的 我覺得大概只有他的CG 所以變成說其實你可能會把他當作是看成攻擊型的實際會比較優秀一些 會比較好一些一些啦 但是如果打關卡的話他就會變成說他綁恢復型然後你需要一個恢復型然後輸出又很痛的話 其實就可以就可以上他們兩那以他們兩個現在定位來說 我覺得團戰我不會想上他 第一個團戰的話雖然右側轉C還有C增傷是確實是團戰非常好用的部分 但是我覺得主要還是在參加攻擊的地方會讓他大大扣分 因為像是如果我們要擺已經要擺封後嘛 因為封後基本上300%輸出絕對是透 所以我們就先假設如果我們要把封後擺上去 好那我們封後擺上去我記得封後是被動啦 那封後的被動然後加上聶小信的主動的話主動會優先大於被動蓋過去 所以變成說然後這種全體握手的話在團戰裡面 就是只剩20%的攻擊傷害 所以變成他們兩個就是只剩60% 所以有人都說如果你打團戰你要選枝田跟你要選後翼 絕對是後翼優先大於絕對是遠大於枝田 因為枝田最後下來只剩下60%的握手效益 然後後翼的話還可以維持到自己攻擊力的100% 所以變成說還是後翼優先 所以這種全體握手的話在打團戰是極度不四香的 那我們就再來看看他在打一般關卡的時候 那打一般關卡的情形下我覺得 可能上場率會替代滾比較多一些些 那順的地位不會動搖 因為順的話本身還是有全體減CD 所以順然後天虎這些開場有減CD的角色 基本上不會被替代 因為勞三道士他們小千跟勞三道士他們是沒有減CD的能力的 所以變成說如果你要速刷的情形下 他們不會是最優先選擇 那除非就是可能你要速刷 然後又要求高活力的情形下才會用到他們兩個 不然的話我覺得一般刷關卡 他們的上場機率可能還不會岩地高 我覺得可能還不會岩地高 那基本上我覺得他們就是 完全是朝向打牌的類型的啦 打牌的話全體握手 然後右側轉C珠嘛 轉右側C珠嘛 所以變成說你放右側C珠的話 基本就會掉成是最主要打手 你就是把主力打手放在小倩他的右邊 就是像瞬啊這種疊攻無雙類的角色 就會讓他變成是最主力的打手上去 然後只要有開主動技 然後還有C珍傷 所以我會把他的定位 擺像比較是打牌行的部分 那這樣就會有人講啦 既然都是黃轉掉落 那莫子跟小倩 該怎麼選擇 那我覺得基本上會需要看你的背包真度 如果你自己本身有滾 然後沒有瞬的話 那我會建議抽莫子 因為莫子的話放滾體系會比較適合 那小倩的話 他們可能會比較適合放在瞬體系 就是以瞬為核心的打手輸出 會是一個體系 然後當然還有一個體系就是滾加瞬 那滾加瞬加小倩當然是最佳的選擇 因為就變成說你紅轉C嘛 然後黃轉C嘛 然後又有落爆彈嘛 這個當然是最好的選擇 那如果你只有其中一隻的話 那我覺得如果你只有滾 那我會建議你抽莫子 然後如果你有瞬 那你沒有滾的話 那我會建議優先抽小倩 那如果你都有 那當然我會覺得就是 小倩的上場機率會比較高一些些啦 就變成說其實小倩 的定位跟莫子 我覺得會蠻類似的 但是說句實在話 莫子的優點還是在於說 他的大量爆彈轉C嘛 然後滾的話就是板面大轉爆彈 然後爆彈就再轉一堆 紮燃C主嘛 然後再 莫子體系的話大概是這樣 所以變成說其實他們兩個 會是不太一樣的體系 然後會互相衝撞 所以這部分就要看大家自己有沒有 有沒有滾或瞬 來做選擇啦 那如果我覺得沒有瞬的話 我還是會比較建議推莫子 因為 莫子本身自己也有疊功 然後也有高倍率的握手 就是150%嘛 我覺得150%打排行的情形下 還是算是不錯的 然後你只要配個 爆彈激烈強化的角色 就可以讓莫子的C是有穩定的炸板 大概是這樣 好那接下來是另外一池 另外一池的話 也是地獄湯 兩池都叫地獄湯 不同字 我覺得很擊敗 好那第二池的話是 月下全入子孤和故兔 神豬動物技巧型 三位的話是711340314031 紅跟特殊豬以外轉23顆C豬以及紅爆彈 一回合紅屬性連鎖黃綠藍色豬 然後紅綠黃藍色豬強化100% 然後不出現愛情豬 C界的話是給予單體超大幅傷害 然後以自身回復力為比例 給予單體超大幅傷害 一回合紅屬性攻擊力回復力提升防 呃防禦力提升100 然後被動一的話是破炮炮跟破炮 被動二的話是各階層開始的時候 自身技能回合縮短5 被動三的話是到達最終階層的時候 紅屬性角呢回合縮短3 被動四的話是一回合點按30顆以上 射珠連鎖紅屬性所有受敵人傷害減輕50% 顧豬還有紫菇其實他們的定位 我自己覺得會比較尷尬一些些 呃因為第一個點就是變成說 他們要 呃其實有一個跟他技能組很類似的 就是過去莫比 那過去莫比的話我也記得是近星豬 然後是黃色豬起連鎖到其他四色豬 然後可是莫比的話是CD四回合 但沒有任何減CD效益 所以變成說他們兩個其實 技能組還蠻類似的 但是呃 紫菇暗孤兜就有點像三位版 就是還有轉C豬跟轉版 那他們轉C豬轉版就是有疊弓嘛 那疊弓的話基本上一回合就是可以疊個 兩千五左右 我覺得兩千五是沒有問題啦 就是自己在前頭的情形 那然後他的被動三的話 呃被動二就是基本上 呃就是你到每一關到一個新的階層的時候 就會可以發動一次 呃發動一次主動擊 然後就是基本 我覺得可能打 周回 稍稍有一點點用處 呃因為說實話如果你要打周回的話 我覺得啦大家還是會想要上韓月弓跟潘乃德 然後這兩個基本 呃一開場就可以開技的情形下 變成說你進 就算你第一關直接秒掉 然後第二關其實你的技能組的效益還是在 然後 所以變成說你第二關你也不會想要開到他們 因為 他們兩個的呃 潘乃德跟韓月弓的輸出火力就是這麼痛 然後紫菇和固兔變成說你如果單開就是 非常沒有用的技能組 就是23顆C豬然後傷害也不會太突出 然後頂多疊個弓疊個防 然後做一個普通的平砍 那這個平砍絕對不會痛 這個平砍絕對不會痛 就是 你沒有 在沒有其他buff的前提下是 絕對平砍是絕對不會痛的 喔所以變成 變成他們兩個一定也是要需要有個可以跟他們搭配 但是可以跟他們搭配 又沒有現在又沒有一個可以 隨時隨地都可以開技或是 藏傷攻擊力的 那第一個 我覺得第一個的選擇的話 可能達文西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達文西的話也有跌攻嘛 然後也有洛西 然後延遲敵人的話 基本我覺得就當作看看就好 然後他們兩個搭配的話 其實傷害也可以蠻可觀 然後還有第二隻的話 就是未來的 只有可能會出的艾蜜莉亞 那基本我也是以 依照日版的前提來算 就是 他們他比較適合搭配 可能會是永久buff類型的角色 可能會好一些些 因為變成說 他們隨時隨地都可以 在想要的情況下就可以開技 是這樣子 然後 那被動3的話也算是可以針對 艾蜜莉亞還有達文西的 CD10的問題可以去處理掉 那靖王的話也可以差不多可能 技能也準備好了 艾蜜莉亞的話就可以直接再開發紙傷 然後已經艾蜜莉亞也疊了一輪攻 所以變成說 艾蜜莉亞的攻擊力應該是可以 紙傷的話打火屬性 假設王冠是火屬性的話 我猜測啦 大概700萬 7-800萬的紙傷應該是可以起來的 就是靖王1的智商就是一炮7-800萬 那運氣好一點也許可以1000萬也不一定 就是 艾蜜莉亞可以這樣子配 然後打文西的話 可能就是你打比較難一些的關卡的時候 你需要 回合去撐 那你就是直接把 你知道嗎 就直接拉 挖路兜 就下去了 對 就差不多是這樣的感覺 就是 就是 文西也可以這樣子 去試啦 那被動4的話就是跟 霸魯洛夫一樣就是 30連鎖 然後減按敵人減輕 那 以 自己用的感覺啦 就是 呃 除非開技能 不然我覺得30連鎖 平常不太會起來 就是 像是你開8-4的話 你也是只有開8-4的那個回合 或是 有時候開寶生都不一定起得來 就是那個被動也不一定起得來 所以 他們倆的話就是 可能也是要開技的時候才能觸發50%減傷啦 所以變成說 這個技能組 現階段而言 可能比較不常用 如果你是周回定位的話 呃 他這個50%可能平常就用不到 然後你如果是打 高難度的話 這個才會需要 然後就是變成說 你連開技的時機都要去控制 呃 因為你 拿了50% 講難聽點等同與你不能回血 因為他已經進新租了 所以 就是一個取捨 如果你可以在 呃 你確定血線足夠的情況下 然後你需要這個50%減傷 那當然就是 技能組就可以直接 毫不 客氣的開下去 但是如果你發現你血線可能不夠 然後你的 敵方是固定傷 然後 所以 減 減 % 減50%沒有用的情形下 你可能就是只能用一般的整地 你就不能開技能組 然後因為反而會直接死掉 就是這樣 好那最後一隻的話是 紅池地獄湯 炎裸 神族惡魔攻擊型 然後 6-5-6-5-9-8-5-0-8-6-5 然後轉3顆藍破壞 然後 障礙跟爆彈轉炸彈C珠大 藍色珠跟特殊珠外轉定10珠 然後三回合藍屬性暴風激烈強化 然後藍珠強化100% 機率掉落藍爆彈 那CG的話是給予彈體激烈傷害 一回合藍屬性攻擊力提升 被動1的話是破障跟防毒 被動2的話是綠色珠轉藍爆彈掉落 被動3的話是 一回合破壞15顆以上C珠藍屬性 吊色點按次數加2 那被動4的話是一回合破壞15顆C珠 然後 全體參加攻擊 那 他的話 我猜啦 應該會跟輝焰撞 完全撞在一起 我覺得他們兩個可能會完全撞在一起 可以有一個選擇啦 就是 先開一次炎羅 然後大家轉很多很多定時珠 再開一波輝焰 一起炸下去 但是就變成說你們還是需要配一個 可以落C的角色 那我記得藍屬性現在 是沒有可以機率落全體C的角色 所以變成說可能還是一樣是只能放 落前頭 喔 我想到了 那個水彩神 喔 水彩神 對 水彩神是紅轉全體 所以 就是可能會有 可能之後打牌會有個主流隊伍 主流 主流隊伍就是 炎羅水彩跟 灰焰 呃 升級灰焰 呃 因為以9850來說 如果他的攻擊力倍率是提升7.5 然後加上攻擊力 然後假設我們算1萬 就是他的疊攻至少已經750以上了 所以 所以炎羅的疊攻倍率會比灰焰的高 就是單止炎羅這個部分 因為趴數的話是受到人家攻擊力機質不振 但是如果你是固定的話 你就是直接是直接加500嘛 所以 假設 這樣的話 炎羅 以炎羅自己而言 炎羅的C技疊攻的量 會比灰焰高 喔 會比灰焰高 然後 基本 呃 炎羅就是一個 也是純輸出向 那 但是他也是需要 他也是需要這種 弱C角色去搭配啦 就變成說 可能一樣也是 會需要他綁 水彩神之類的 然後水彩加上炎羅 基本 呃 就是一個 濾轉爆彈嘛 然後 黃轉C珠嘛 然後開主動技的時候又有 紅轉C跟紀律弱C嘛 那 已經 已經算是 三色版面了啦 已經算是三色版面了 然後 呃 也許 再進個 進個新珠之類的 打排行 基本上就 無雙級了 那 我覺得 炎羅 可能 打 一般關卡 也 不太會 像 炎帝那麽 誇張 那 這個前提是 只有炎羅 那如果你有水彩神的話 炎羅絕對是會是配水彩 他們兩個 放在一起 基本上就是一個 速刷周回嘛 因為 長柱已經落 兩色了 然後 炎羅又可以 又可以 呃不是 呃水彩神又可以轉爆彈 然後炎羅就 主動技能下去 就會變成說 他們三個 一開場就會 又回天 回天滅地級的傷害 那 這樣的話 你炎羅就一定要有辦法去處理 一開場就能開機的問題 那 目前來說 藍屬性-CD3的角色 其實 我覺得 不算很多 那 可能還是要 呃 呃 都 西海龍王吧 而且可能還要再配一隻 像是平民一點的話就是 平民一點的話可能就是 炎羅 然後 西海嘛 然後 水彩嘛 那這樣子的話已經-CD5了 那 那 最平民的-CD1的話可能是聖海洲 然後聖海洲 然後也是破障礙 所以 放上去也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就是 炎羅 然後 水彩 聖海洲 呃 飛 一點點 就是大概是這樣 就是 但是歐一點點的話呢 基本上什麼都可以放 就是你只要-CD 你一開場 能-CD的就全部都處理上去了 所以變成說 他們兩個的話 呃 刷周回 呃 他們幾乎要綁在一起 呃 炎羅的火力才會被 完全的釋放 所以我覺得炎羅可能還是 排行也會很常見 然後周回 也蠻常見的 那 打 團戰我 比較 不這麼確定 呃 第一個就是 握手的部分吧 握手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 比較不好講 然後再來就是暴風激烈強化 呃 即使他有爆彈轉 炸彈C啦 那可能還是會有人傾向用 用 那個 那個叫誰 那個 平民一點的選擇 當然就是 白花修嘛 那 當然 歐一點的選擇的話 當然就是可以炎羅 我覺得是OK的 就是 呃 還有 還有 射度強化 然後還有機率落爆彈 然後 疊攻嘛 可是疊攻的話 基本上 我覺得打團戰就是限1萬5 所以 團戰的話 我覺得 而他可能是 比較上位版的選擇 但是也是 前提是 你要看你 版面的狀況 那如果你可能已經是 集到一堆C柱的話 那可能還是開白花修 就會比較實際一點點 就是 跟著說 炎羅跟百花修的話 會是 看關卡的定位 或者是關卡的陷阱 而來做決定說 到底要放誰 那 不過炎羅打台 排行的話 一定也會是T1型的角色啦 我覺得 因為第一個疊攻嘛 你看看當年的輝焰 生氣器的輝焰 佔據了多少排行 那 呃 炎羅的疊攻效益 又比輝焰再多一點點 所以 我覺得可能 炎羅 有機會 會 取代輝焰 有機會取代輝焰 也有可能是 他們兩個一起上去 這個 這兩個我覺得都有可能 就是 變成說炎羅跟輝焰 應該會是同等定位的角色 就是疊攻嘛 然後輸出嘛 還有握手嘛 所以 就是他們兩個擺在一起 也是會是傷害排行的 一個破壞者啦 對 他們兩個會放在一起 也就是 有有 有可能被洗出負分之類的 的的的的組合 好不好 這個組合 就是大概是這樣 所以 變成說如果 因為我覺得啦 兩次 兩次比較強的角色 都分開 那 我自己覺得 打排行的話 打排行的話 我覺得可能炎羅會比較優先 我覺得炎羅會比較優先 一點點 然後第二名的話是 小倩跟勞三道士 然後 然後 厭刺俠跟聶踩成的話 我覺得就是可能打一些高難度的關卡 會比較有機會 然後 子孤和顧兔現階段而言 我覺得 可能也是 打 關卡 特殊關卡的定位會多一點點 那 其實 嚴格來說 我覺得他們兩個 技能組是比較尷尬一些些 但是 其他三隻的話 都算是還蠻值得入手的角色 然後 如果你說 再跟無人天堂選的話 基本上 我會 直接推溫泉啦 我會推溫泉 就是 直接推溫泉 我不會再想太多 會直接推溫泉 然後 艾爾西的話 就是直接禮包買下去 然後 先存著 呃 石頭存著就是 去抽溫泉 這個 技能組是這樣啦 那如果你是怕被 被 被這個 子孤和顧兔防守的話 那 我就建議你就是 先抽小倩跟勞三道士 但是 就是 如果 如果你有水柴神 如果你有水柴神的話 你絕對要絕對絕對 要先抽岩羅 因為 他們兩個 會破壞排行的平衡 基本上 他們兩個放在一起 會破壞排行平衡 所以 如果你有水柴神 你就優先抽岩羅 然後你如果 有順跟有滾 那 小倩可能也要拚一下 因為 我覺得他們 有可能會破壞傷害 破壞排行 就是這兩隻 都是屬於 我自己覺得會破壞排行平衡的角色 然後 炎羅的話 有水柴的前提 周回效益會比較大 那小倩的話 可能 周回我覺得 比較不太會常看到他啦 大概是這樣 那 整體來說 這個池子的話 推薦抽的程度大概是 4.5顆星到5顆星之間 那算是 T1到T0之間 的角色 其實強度都算是蠻 兇的 強度啦 就是會算是屬於會破壞屏 算是一個新的Meta組合 大概是這樣 好啦 那今天分析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希望我今天分析的影片就夠 按個訂閱 按個喜歡幫我分享出去 就這樣子囉 掰掰